大家都知道 言喜攻略确实创下了今年暑假的奇迹 剧中的一众老演员成功翻红 就连鱼妈也这次打了一个翻身仗 从万人嘲讽变成了粉丝追捧 不少粉丝也是直过赶紧出言喜攻略2 所以最近咱们余正也是正式的确定了言喜2的剧本 但是主角却不是我们熟悉的吴景言 言喜攻略2的剧本已经确定的消息 还是鱼妈自己传出来的 她向大家抱怨说 自己写剧本写得特别累 却只写了十集 还向大家透露言喜2的剧本只有四十集 经过饰演过剧中男二的徐凯 第一时间回复了她 其他演员也都表示了期待 但令人疑惑的是 之前饰演魏英洛的吴景言 却没有任何评论 引发了不少人的猜测 大家很想知道续集到底是谁 但是这部剧暂定的女主却使很多人惊讶 鱼妈直接回复了坐等第二部的苏青 或许提这个名字的人太熟 但是要说解言喜攻略中万人唾骂的儿情 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了 也不知道鱼正这部新的演喜攻略 又会是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你们期待吗